嘩 今天九點多鐘 我們看看戲院情況 我還沒見過這麼虛陷 很久沒見過這種情況 每個人都看蜘蛛俠嗎 以前看戲都是很難人丁單薄 蜘蛛俠再大起熱潮 不過我今天就不在這間院看 但可以看到這麼多人 少見少見 以前就是隨便一套電影都排到出街 現在這套電影很厲害 終於有新戲了 隨便看一看 看到沿途都是人 排隊入場 那些年輕人 全部都是看蜘蛛俠 不知無歸 下午 星期六也有很多工作 先吃東西 接著再搞一些直播東西 收拾行李箱 地鐵 今天也有很多 當然了 拍了卡拿一千元 一千二百多元 還有一些春天 今天超市 很熱鬧 星期六購買一 剛剛一千元 那些人都在這裡爽購物 我都買一些濕生物 買一些食物 吃又回家 好美的焗飯 不是貴 都是三十六元左右 蠔燒蜜魚 28 這個厲害 這個整排骨 燒羊餃 2500 然後買了魚蛋 回去吃 買了三樣東西 一盒飯 38 青魚25 還有魚蛋 29 那就好 可以 現在也是 透過一部機 看看多少錢 他幫我加了 總共是九十二元 我這個角度 看到彩虹 不知道拍得出來 有些彩虹 有趣 有趣 晚上在蜘蛛盒 今天就搞衣搞路 又撿劫 又跟女兒的情深對話 全部 在另外兩條直播影片 有興趣看回 現在坐車就出 旺角那邊 出來來太子站 超多人 今天又是出街 投票可能是 對 今天是誰 太子站 逼得上不了車 嘩 嘩 到了長沙環 今天也是很多人 嘩 排隊 坐電梯上去 嘩 可以看看這個天越廣場 星期六的景況 就 像我們那些東烏亭 有時吃飯 一圍圍的 相當之多人 星期六 好專心 在玩卡 周圍都是 嘩 之前來 因為不是星期六 你拍不到這種景況 星期六 你就會看到 嘩 好虛陷 開始 撿滿殺人 那些卡譜 好 開桌 開桌 懷卡 遊戲 這個也是 天越廣場 所以 平日是死場 但是一度錄 星期六 就 厲害了 好熱啊 好熱啊 哇 哇 這間 簡直逼到爆 可能有新卡出 一班卡迷在等 買了 Lingseed 5G彈 就 $3,600 黃金便宜 黃電應該是$3,999 黄金便宜些, 减消费捐$1,000, 即我出$2,600 又来到亲自的桂林街 顺便看看有没有5G的电话卡 买了一张SmartTone 5GB 5G 很少, 拿来试玩 35元, 买贵了, 原来还有30元 有些档口味 来到旺角, 人山人海 今天又是很多 赛街 人来人往 走到石油街那边找食 排排站 还有什么呢? Busking 不要吃饭 晚上, 四煲食堂吃饭 我又吃常餐 炒蛋依旧有水准 看上去的样子 朋友吃水满鸡饭 样子是跟那张图一样的 一个汤 叉烧滑蛋饭 也很漂亮 跟足沿途 样子就没有失准 不知道吃下去是什么 另外我又有个沙爹牛面 哇, 今天9点多钟 我们看看气院情况 我还没见过这么虚陷 很久没见过这种情况 每个人看蜘蛛盒 以前看起来都是很烂人丁丹薄 哇, 蜘蛛盒再大起个热潮 不过我今天就不是这间院看 但我可以看到 哇, 这么多人 少见少见 以前就是 其实随便 一套电影都要排到出街 现在这套电影 有些新戏 终于就 随便 看一看 看到沿途也是人 排队入场 那些年轻人 全部都是看 蜘蛛盒 不占无归 还有MATRIX 大片 很多电影都想看 每个都在吃圣诞大餐 朗豪峰 一层 高层 圣诞大餐 圣诞大餐也不病 几百元下楼 哇, 去看看 这是朗豪峰的电影院 多虚厚 一起等到 等入场 哇, 看完电影 12点多 朗豪峰也关了 哇, 很少 12点26 刚刚看完 Spider-Man 刚刚看完 Spider-Man 先拍一下这条街 下地站了 走到一趟车回家 哇, 静到这样 这边呢 哇, 还有人牌档 玩塔罗 OK 玩塔罗牌 厉害 哦 好清静 那边都走了 旺角站 哇, 没试过拍到一个这么清静的旺角站 哦 十二点半还开 好久没有这么晚 走夜街 真是 夜难人静 哇, 不知道多久没有 深夜 在街上 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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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那边都走了 那边就只我说话 是吧 他有加少少意见 差不多接近最后的几场约会 因为都要说分手 那条片很多人看 一出已经死五千人看 似乎很多网友都很八卦 想知道香港的爱情故事是怎样 有点背光 有点黑 这个位置 等 有时利用 一些自然环境 一些街灯 用来打灯 挺好的 呼 好冷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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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切风陋 不过它的风 就是一阵阵的 有时就不是很冷 很多人都八卦 香港的爱情故事是怎样 是活生生的 大家可以看 那条片都说完 未来就会 亚俗好戏 其实也是很平淡 如果大家很期待 有些什么可歌可入的故事 就不好 也是一个很现实的故事 面包和爱情 你选择什么呢 也很正常 就是它的选择 我的选择 对吧 人都没有 有点风吹过 先彩排一下 可能英国就是这样的天气 街灯入 每天都在倒数 每天的行程 都令我有大点紧张 真的有点开始 我真的要走 那种感觉是 我真的要走 每天都是这样想 要走的了 要走的了 完全没见过 压力不会消失 我不是上天堂 压力仍然会有 那我会如何面对呢 如何挑战呢 只有一个YouTube频道 又可以如何面对英国的问题 那些种种的问题 这个真人秀将会上演 大家密切留意 我都要留意 我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 拍摄了这么多 多谢收看